凶猛河水夹带巨大冰块 凸陷河面 黄河河道危机色谷 沿岸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威胁 空军陆军严阵一带 一场人兵大战 正在瞬息万变的冰河之杀展开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冰河上的较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进入二月份之后 经历漫长风动期的黄河开始融化 二月二十五日 黄河开河界面进入内蒙古境内 内蒙防训部门进入紧张备战阶段 这么多的水 可能这么厚的边 在最近五六天一走的时期 可能是最紧张的时期 因为大点水还没放水 到现在河道里还有十四亿水 已经仅仅放了三亿多水 这些冰河水放的话 可能还要不配处出现一些局部的险情 夹杂着冰临的黄河水 汹涌而至 不到两天 人们担心的事情就从前方传来了 二月二十七日 黄河流过的阿拉善蒙酒店湾河段 出现卡冰 水位开始上涨 这个水位找的原影呢 就是下面有堆饼临巴卡住河 卡住以后水过不去 相当于咱们水流流 要流过的时候 前面倒了个坝 只不过这个坝是怎么冰坝 冰倒头 水过不去呢 上游的水位就要拥高 再发展下去 溃堤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 北京军区某炮兵旅 进入黄河内蒙段 为炮机炸铃做准备 空军某部六架轰炸机 也已做好准备 随时飞抵内蒙古黄河上空 执行炸铃任务 我们也都知道 最近这段时期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在影响着我们国家不同的地方 您比如说西南地区几十年不遇的大旱 而北方地区 尤其是内蒙古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灵讯给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黄河从青海发源之后 这么蜿蜒盘旋过来 到了内蒙这个地方 画了一个大大的几字 但是这么一来 纬度就升高了 那么纬度高的地方 毫无疑问在同样的时间段的话 那么纬度高的地方温度肯定要低一点 所以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黄河这两端的地方 这些冰都已经开化了 但是在内蒙古地区 这个纬度比较高的 尤其是这两三百公里这么个地方 反而这个时候冰没有化 那么这样一来 水一过来 把这些碎冰等等一冲过来之后 在这里很容易就堆积起来 轻则就形成了冰 它阻塞在一块 重则就形成了这种冰坝 您看到没有 这个冰坝它越长越高 越长越高的话 就严重的阻塞了水流 这么一来的话 慢慢的被冰坝阻塞的地方 水就会不断的升高 这样就会形成地上悬河的场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时候堤坝又承受不住 出现崩溃的话 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阿拉善蒙酒店湾的卡兵部位 由于防领部门即使疏通 加固地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它给内蒙防训部门 敲了一个警钟 黄河开河 已经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 我们过去03年之前的有规律 从上一直开到下 03年以后呢 河道就是说开河 就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上段在开 下段呢 也在开 然而 气温的持续升高 又给即将大面积解冻的内蒙古核断 带来压力 3月16日 内蒙古境内最高气温达到12摄氏度 足足升高了8摄氏度 这给防灵工作带来了压力 这给防灵工作带来了压力 比较是气候反杀的情况 出现一些冰霸 黄河河道的情况不容乐观 美洲报直升机从黄河岸边起飞 开始执行空中第四次侦查零情任务 比如专家需要高度稍低一点 来看得更清楚一些 黄河上很多那种跨江 跨河的那种高压线 有些大概线塔都在100多米 所以我们趁天去好 也就视察先看了一下 哪个地方在安全保证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适当下跌点高度 降低点高度 有一边他们观看的情况更仔细一点 更准确一点 截至3月16日 黄河开河道三圣宫水利枢纽 水利枢纽分流放水 让下游黄河河道的压力减少了许多 但是危险依然存在 气温在持续升高 黄河水夹杂冰块大量涌下 这给两岸的提防造成了压力 华河灵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栋 自然现象 由于这个华河处在内蒙古的最北端 这个冬季呢 缝河的时候是自下而上缝河 整个缝河期呢 华河河道里是个蓄水的过程 它那河道里呢平均的年缝呢 12亿的水储存到黄河内蒙古河段 而且呢上面结的一把情况下是 五六十公分之压的冰 那么12亿水储存在黄河河道里 相当于一个大型水货 储存在黄河河道里这么多的冰水 如何释放 关乎黄河两岸群众的安全 如果气温持续成高 上游汹涌的冰林 冲到没有解冻的下游 特别是在河道的拐弯处 卡冰结霸 水位就会在短时间内上涨 漫滴绝口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后果将不堪设想 提起2008年2月的那次灵讯陷情 内蒙古房灵人员的心理 还都是沉点点的 因为这个水位继续上涨 就靠不住 等不及我们过来以后 夜间1点50分的时候 大体就溃体了 幸运的是 当地村民在睡梦中被叫醒 几万人进行紧急撤离 大敌被淋水撕开了四十多米的口子 家园被汹涌的冰水吞噬 这个水位找的原影呢 就是下面有堆柳冰坝卡住河 卡住以后水过不去 相当于咱们水流过的时候 千万倒了个坝 只不过这个坝是冰坝了 冰打头 水过不去呢 上游的水位就要拥高 在有资料记载的1910年以来 每隔几年黄河就会发生大的灾难 2010年这条冰河承受着更大的灵讯压力 我们说为什么讲这么严重呢 如果说这个温度啊 是持续缓慢升高的话 影响不大 可以说这个危险自然又解除了 每天升高半度一度 冰慢慢的化 水慢慢的流 但是像现在我们前面提到情况 这一天温度就突然的能够升七到八度 而且呢持续三四天的话 这个时候很多冰是融化了 是有水了 但是不是还有很多冰 没有化吗 水突然多了起来的话 流速自然也就快了 往前一推 好 很多没化的冰 又很容易聚集在一起 最终还是可能出现问题的 所以说呢 面对着像这样的险情的话 人们想出了很多种办法 您比如说呢 用大炮去炸 然后呢用轰炸机去轰 或者呢 直接用气垫船把人运过去 在冰面上呢 打炮眼 放炸药 然后引爆 气垫船被运到了冰面上 他要载着人去远处的冰面 实施定点爆破 他的底盘能否经得起 锋利冰铃的滑哥 他的爆破效果会怎样呢 每个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他的表现让岸上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底盘是用加固材质做成的 根本不怕冰临的瓜葛 黄河开河期间 河道里边这个水和冰的都在流动的 扔上去 是吧 一般的船也上不去 容易就扔上去 所以去年上场 他去年上场 用这个气垫船 折上人 上了冰上以后 他总是用这个工具 他折上工兵以后 把折上炸药打上空以后放进去 再撤回来 像这种爆破发法 但是炸药对厚厚冰盖的爆破效果 就大大折扣了 巨响之后 冰面上只留下了几个小洞 效果并不好 气垫船的出现 却给防领部门一个启示 但是他作为管车这个冰领的话 它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他只剩了呢 近距离的管车 这个河道里边冰的标 有气垫船的 它因为很好作用 就是作为管车 另外一场演练也在同时进行 3月9日下午 工作人员在地面铺上红布作为引导目标 空军某军用机场的6架轰炸机列队起飞 吩咐黄河内蒙古包头段 执行轰炸试航任务 像今年的航门 对黄河内蒙古河段的话 进行了试头 试航试头 侧上的话就是对机组的话 对这一段的那个境内的 冰陵和河道的话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试头炸弹全都命中目标 这给防领工作人员极大的自信 但是谁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到目前来说 还是有近500公里左右 还没有化 真正开化的时候 在黄河的转弯很急的时候 开化很多大的冰块 它这样就容易冲到对岸 在下面再来的冰 逐渐积累 越来越高 就跟河的一样高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水就只能从冰坝上 两边开始往外流 就必须要我们洪弹就得轰炸了 这个防领里面 不确定的因素特别多 哪一个地方疏忽了 也可能造成事 就是事故 它就像个铁桶理论一样 哪个地方往最薄弱的地方进行出事 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 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多云 风力六到七级 并伴有阳沙或沙尘暴天气 气温普遍下降八摄氏度左右 三月十八日的降温给人们带来了好消息 河道里的冰可以缓慢融化 聆讯压力减小 但是沙尘暴过早到来 却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 作为沙尘暴天气我们不允许 因为对发动机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发动机在高转速情况下 沙力进入发动机以后对发动机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往年他们说的一般是开会以后才会出现这种沙尘天气 今天来的也比较早 再一个就是沙尘影响的可能是低能见 气垫船可以在局部河道里用于观察灵情 但是要想掌握河道的整体情况 直升机是最直观的手段 发现险情及时定位数据传给指挥部 可以防患于未然 可是如果沙尘天气再持续下去 直升机不能飞行 整个河道的总体情况就不能直观看到 势必会影响决策与判断 防灵指挥部所能依靠的就是 各个水文站传上来的水文数据 包头是东河区邓口村的村民们 已经在河堤上搭起帐篷 开始24小时轮流上岗值班 派的河河回来了 河河开着局以后我们的生化来月也没了 把我们地业的没有加生化来月 水位高了 水位高了以后啊 这个局容易开 开了以后把我们地球缺业了 还有咱们这个大坝 不如我们现在就照着照着 什么时候会有水 就是冬季 有水 冬季有水 黄河的水就下来了 就涨起来了 涨起来了 如今村民的田地就在黄河漫滩上 他们希望灵讯过后 黄河水回归到大地以内 他们的田地就可以种上庄稼 生活就有来源了 可是危险并没有因为人们的防备而退群 3月21日 依然是沙尘天气 商树林所率领的基础 要在沙尘到来之前起飞 因为能见度比较低 只有低空飞行 可是 这对于直升机来说是个挑战 飞行全靠经验 作为直升机来说 就是从低空飞行的安全上 压力最大的 可能是 对直升机的安全威胁最大的 就是跨江电线 跨谷电线 因为高压线是做跨顺河飞行的时候 它是垂直高压线的 线都很细 加上能源都不是太好的时候 很难发现 这次防灵人员从侦察直升机上 传来了坏消息 上游的兵灵大军还没有到来 位于下游的土右旗民机部河段 就已经出现了严重冰霸 空中看的就是你要低高的雨 它有的冰块都立起来了 这样的地方 冰下的过去越来越小的时候 就可能最后造成 现在一个冰板水位就太高了 这两岸河流就按 第二岸就会受影响比较大一点 敏吉姆大概就在这么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具体看不太出来 我们只能说它这个地方您看了没 是一个大拐弯 有点像黄河本身的大几字形样 它这里同样是一个几字形 那么从前方传来的消息 对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利的 它下游已经开始开化了 上游远端也开始开化了 偏偏到它这儿没有出现化洞的景象 而且这么一拐弯的话 水势本来就放慢了 大量的水涌过来 这些冰临就会往前走 到这儿它本身还风冻了 肯定就会拥起来一个厚厚的冰霸 这种情况之下 等于在它这里就出现了我们说 这个动脉上面的动脉瘤一样 一旦它这要破了 周围散落的村庄 那可就全遭打烊了 三月二十二日 由于气温较低 土又齐鸣吉布河段的冰霸 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 反而越堆越高 一个晚上的覆盖后 冰陵和冰层就交叠的一起 超过了两米形势 十分危险 内蒙古防领指挥部果断做出决定 炮击破冰 炮击目标旁边几百米 就散布着村庄和百姓住房 要保证以最小的误差完成射击 大家认为这对参与行动的炮冰棉是一个考验 这个应该说难度不大 如果说是有难度的话 容易因为这个冰面 这个比较滑比较光 我们设计的过程中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跳弹这个情况 根据我们那个设计那个原理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炮准的时候 一般是选择在这个12公里 因为它这个距离越近 这个射角越小 而落脚越小 这个越容易出现跳弹情况 使用的榴弹炮口径152毫米 最远射程是7000米 爆炸破怪半径80米 威力较大 这已经是榴弹炮第二年用于炸冰了 可是在选择这个射击阵地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我们首先对这个地形进行了考察 发现这个地方呢 这个一个就是居民地 人员住得比较分散 然后就是选择这个炮准地 不容易选择 第二个空难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寒冷 这个我们这个挖住处 火炮设置火炮的时候住处 一般都需要70厘米深 但是现在呢 只有上边的30厘米左右的解冻 下面还40厘米没有解冻 所以我们在这个设置火炮的过程中 的空难比较大 这次炮兵阵地距离目标大约12000米 这是榴弹炮比较近的射程 第一轮打击中 美门炮单发准确定位后 再进行骑射 前沿观察上根据美门炮的落点 判断精准度 这么庞大的冰层阻塞 到底需要多少枚炮弹呢 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指挥人员们在密切注视着水位的变化 慢点慢点 这个完成之后 好那我先干了啊 动动 六门榴弹炮经过六轮的骑射之后 前沿上传来了好消息 将你命令我连立即选入 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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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穿什么 打完之后 这个立马就是这个黄河水 立马下降 明吉谷河段的冰霸被成功爆破 弯道畅通 冰水大军流向下游 气温并没有因为春分的到来而急剧上升 这给开河期的黄河带来了好运 前期虽说是推迟了 但是呢我总觉得是对防灵来说是非常好的事 我们是希望啊 开河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这样的槽续水量慢慢的进行释放 这样的天气情况 对于黄河两岸的老百姓来说是个喜讯 他们有可能不用背井离乡紧急撤离 讯气过后 他们的田地或许就可以长出秧苗 生活就有保障了 但是黄河内蒙古河段还没有完全开河 两岸的堤防面临的压力丝毫没有减少 截止到3月26号我们得到消息 黄河在内蒙古地区的河段呢 已经有408公里开河了 还有300多公里没有开河 我们期待着呢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之下 此次灵讯能够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 希望呢 两岸的老百姓啊 还都能够安居乐业 平安的生活 当然呢 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样的险情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奇特鲲泉 巧然现身水族村寨旁 世代相守的秘密地点 能随时敲打出甘甜的山泉 大自然的神奇造就了天然的自来水现象 科研人员巧思揭开了鲲泉的秘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敲出的自来泉 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